小胖冰冰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多美国社会的美国房产经纪冰冰 我是最多美国房产的社会是小胖 对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在自拍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来到了Toe Brothers最新的新盘 在Lake Forest的Middles 没错 今天我们给大家拍的是 在Lake Forest Middles里面最小的一个紫色区 叫Villows 没错 然后这个Villows呢 前头两个比较小的 最小的是Villows 旁边是Oaks 今天我们来拍最小也是价格最便宜的 没错 也是卖的最好的 没错 现在听说有80间房 只现在20间了 没错 目前只在售的有时间 然后等着下一期release的还有时间 然后这个盘就卖光了 没错 那这样我觉得我们 因为第一期先不介绍别的 你先给大家大致介绍一下价格 占地 它是什么类型 那Villows呢 他自己是一个single family 有三房四房的选择 尺寸呢从1900尺到2200尺 价格目前是在150万到170万之间 没错 然后呢它的最大的特点 大家记住就是 有挑高 有挑高 每个户型都有挑高 而且还有option 你还可以选择来挑高封起来 变成都是套奸 但是怎么样呢 我们接下来的三期视频 都会给大家分别去拍 那我们今天先拍订阅户型 Oliver 走 今天我们来看Villows Oliver的这个户型 这个户型呢是四房 它的特点是房子小 但是呢带挑高 我们先进去看一下 我们走进来呢应用眼帘的就是挑高的客厅 这个客厅的挑高非常的高 有18尺 这个客厅让人感觉很敞亮 但是唯一唯一因为房子小 所以客厅呢稍微有一点点窄 但是绝对不妨碍这个房子的使用 而且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在客厅的对面呢就是餐厅跟厨房 餐厅跟厨房设计的也是很合理 采光面也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通透 尤其厨房大小正合适 现在买还送built in的冰箱 那我们再回到餐厅旁边的落地推拉门 我们出去看看后院 这个后院呢不是很大 它旁边呢是隔壁的邻居 如果你想要大地的就要选择地块 那我们再来看看一楼的卧室 一楼的卧室呢大小正合适 可以改造成书房 也可以放一个昆赛 一楼的卧室没有自己的卫生间跟淋浴 需要跟客厅共用 我们上到二楼 二楼一上来通过走廊呢就是主卧 大小呢非常的合适 还自带一个阳台patio 但是这个patio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因为它对着对面邻居的墙 我觉得没有什么私密性 主卧的卫生间呢也是双洗手台 有淋浴没有浴缸 但是它的衣帽间做的很大 也是不错的 那我们主卧的对面就是洗衣房 看完洗衣房 我们回到一上楼的地方来看看客卧 楼上还有两个客卧 客卧的大小呢也是正常的size 但是两个客卧没有卫生间跟领浴需要共用 好了那Olive大家看完了 它的样板间呢是一个三房的 没错 其实呢它也可以做成四房 那做成四房的话就要把挑高牺牲掉 没错 然后呢大家可以发现我们这期的视频都没有灯 因为他们呢平时呢需要预约 周末的时候呢才会开灯 对 所以就可想而知现在有 就是他们有多省便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个房子 我明确告诉大家是有奖家空间的 没错没错 同时呢Tope Brothers作为美国最知名的豪宅建商 在目前的市场下也给出了非常有力度的促销 没错 它不仅送Building的高档冰箱 送太阳能板 4000瓦以上的太阳能板 没错 还有家里的这个Fireplace 那个怎么说 Fireplace 你先别走 你 你不会说中国你就说英文 这种走的就不能剪 好 还有它家里的Fireplace也是送的 没错没错 那Fireplace就是壁炉 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的直观感受 一进去挑高很舒服 因为它是小户型只有2000只 然后药价只有150万 然后我很喜欢挑高 然后它二楼它的缺点我说一说吧 如果这个户型的院子可能会对别人家强 然后主卧的阳台也会对别人家的强 但是它价格好 然后挑高 然后二楼每一个次卧都是供应卫生间 所以这个是这个户型的特点 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没有 我就要说它的卫生间可能客户都是共用的 对 但是其他的都很好了 因为2000只有一大条高 你还要什么呢 如果大家喜欢就尽快联系我们 我们现在不光能给大家谈升级 还能给大家谈价格 就赶快联络我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